外星文明突然降临地球 但它们没有第一时间击杀人类 而是先投下2500颗古怪的发光球体 散落在全球各地人口最为密集的地方 这种球体会散发出超强的电磁场 就在无数科学家都搞不清电磁场的作用时 一名生物学家发现了外星人的秘密 急忙给负责军事研究的儿子丹尼打去电话 发现这种球体发射出的磁场 与他们用来研究刺激大脑神经元的脉冲相同 而且频率和振幅完全一样 这种磁场会干涉人类的神经功能 外星人似乎很了解人类的神经学 随着磁场的变强越来越多的神经元会被激发 人类会出现脑鱼血身体瘫痪甚至死亡 要想生存下去就要找地方躲起来 最好是秘密的金属容器或者地下深处 接着丹尼就将事情汇报给了高层 但女长官表示这只是猜测 只有确认了才可以发出政府公告 不然会引起大规模的恐慌 眼下他们只能等待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出来 但丹尼不想坐以待理 偷偷地在政府的官网发布了一则紧急避嫌公报 提醒人们在未遭到外星人袭击前躲起来 消息已经发出很快发酵散布到全球 无数人类开始疯狂逃命 乔布森上了一个出租车赶去火车站 打算回到法国和妻子丽莎会合 拿出大把的钞票司机才勉强同意拉大 远在法国的丽莎驾着车 带着两个孩子正打算前往指定地点和丈夫会合 这时后座的汤姆抬头一看 惊恐地发现天空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波纹 有路人好奇还拿出手机拍照 凯瑟琳博士解释说 这种现象是电磁场变强后干扰了大气层 她的妹妹索菲亚也在赶往天文台的路上 可没想到马路上全是车堵住了去了 焦急的凯瑟琳给妹妹打去电话 提醒她地球很快就会招到攻击 叫她赶快找个掩体 话还没说电话就失去了信号 电脑出现了故障不停闪烁 当索菲亚走下车朝远处一看 惊恐地发现远处的汽车车灯朝着她的方向诡异地熄灭 眼看情况不对 索菲亚朝着反方向疯狂逃命 乔布斯在去火车站的路上不幸撞车落入水中 在灯光熄灭的一刹那 上校拉着凯瑟琳躲进了地下掩体 丽莎带着两个孩子冲进了地铁站 比尔则带着前妻海伦躲进了电梯井 可就在幸存者们返回地面时 惊恐地发现没有及时逃亡的人都死了